金曲歌后 彭佳慧的女强人代表做很多 从当年的走在红毯那一天 到今年的大龄女子 唱的都是倔强女人心中柔软的那一块 多少姐姐妹妹都被她的歌逼哭在你背影 最近她被拍到和壮男在街头拥吻 而那一位竟然不是老公 我的老天儿 难道这就是姐唱的 你说是我们相见和我吗 既然不小心被拍到 彭佳慧也发了手写声明告诉大家 她已经在三月份办理离婚手续了 目前跟前夫还是吐在一起共同照顾孩子 其实她曾经在接受访问时 提到自己的择偶条件 但是老公刚好就是跟她所有的要求都相反 我不喜欢胖子 我不喜欢秃头你跟好头发有点小 虽然结婚十二年 但是口味这种习惯不是说要改变就改变的 怎么觉得这个被逮到了才宣布离婚的故事有点手眼 心里默默的cue了百百合 神魂神离是常有的事 番薯已经见怪不怪 但是分手后还能在彼此身边神亮亮的出现 番薯还是满头问号的 KID和女神许维恩去年分手后 又乃金小山又无缝接溃师弟 又一起到曼谷旅行 KID还常常包办接送服务 却强烈否认复合 番薯也是醉了 但是这回KID被逮到打包许维恩回家过夜 一整晚都没有离开家门 不要再跟我们说你们只是好朋友了拜托